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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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平均单位造价大约65万 整体造价较原来的267.9亿 可以削减大约10亿 政府会分两次向立法会申请撥款 第一次会先就四个地皮 申请撥款149亿 慕斯尼斯记者 宅盛 新冠患者隔离令即是起撤销 多间确诊人士指定诊所 改回做提供普通科服务 新冠病人和无染疫的求诊人士 需要同场等落药 有职员说会尽快配药 缩短患者的逗留时间 之前做了指定诊所的南葵冲赛马会 普通科门诊诊所 恢复正常服务 未开门已经有不少人排队等候 有大约七个人是新冠确诊者 阳性和无染疫的人 分开两座大楼登记 林太两夫妇快策两条线 说预约诊诊的过程顺利 阴阳求诊者会由两批医生分别诊诊 不过到取药的时候 两批人会一起在药剂部等候 在这里新冠患者和非患者 要共用洗手间 诊所的职员透露 会尽快为新冠患者配药 务求缩短他们逗留的时间 避免传播 有来复诊的长期病患者说 不担心得太多 无所谓的 难道不看他旧期 我要吃药 我要拿药 三个月一次 上了一次就不会 什么针都打齐了 最重要是打齐针 如果不是老人家就不太担心 当他普通流感不上限 打了针就应该重致机会好味 医管局说 客客71家普通科门诊服务恢复正常 除了复诊预约 偶发性疾病诊诊名额 亦都增加到每日一万个 当中二千个预留给新冠病人 今天亦都预留了大约一千个额外丑作 不时之需 医管局呼吁 症状较轻微又或者较低风险的新冠确诊病人 可以到私家医院求诊 避免加重普通科门诊的压力 社署宣布 为入住公立医院的新冠患者提供的一筆过5000元津贴 下个月14日开始停止接受申请 自至上周五一共有2728人获发津贴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谦 国泰航空和香港发运再度取消2月至3月 一共超过150班香港往来日本的航班 或因为当地继续限制香港出发的班次 今个星期开始至到3月2号 国泰一共有98班机受到影响 包括香港来往东京成田 大阪关西 名古屋和福岗 国泰说每星期只能够营运72班机前往日本 教员定计划被经获当局批准的小12至13班 香港发运就说原本每星期获批89班机去日本 但因为日本的限制而少了15班 下个月17日至3月2日 有60班来往当地的航班需要取消 日本长野园雪崩两个失踪者已经找回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救援人员早早恢复在长野园小谷村一带搜索 大十点半发现昨日在雪崩中失踪的两个外籍男人 两个人心肺停止 海拔达2100米的白马城安岳 昨天下午发生雪崩 当时有三批合共13个外籍人士滑雪 当中11人落山 两个人失踪 基于天气等因素 晚间搜索有困难 到今早早再上山守旧 日本石温市对钓鱼台 只是日方所叫的尖角树岛展开海洋调查 日方说四艘中国海经船凌晨开始 曾经进入钓鱼台附近海域 日方的船警告距离 日本派出的海洋调查船 礼拜日挨曼在冲城石温岛港口出发 前往钓鱼台周边海域调查 同行家包括市长中山二龙 和石温市议员等20人 对于调查可能受中国公务船影响 中山二龙在启城前说 钓鱼台位处石温市行政区域里面 所以开展调查没有任何问题 今次是计去年1月之后 石温市再次对钓鱼台展开海洋调查 当局说去年调查主要采集海水样本 进行数据分析 今次调查委托东海大学进行 目的是做保护环境等等的研究 除了调查钓鱼台周边海域水质 和飘离的垃圾 也都用无人机确认倒醉状况 但据悉调查团人员不会登岛 日本海上保安厅说 四艘中国海警船凌晨两点几开始 相计驶入钓鱼台周边海域 其中一艘搭载类似机关炮的装置 并跟随调查船航行 日本巡逻船发出警告 要求中方船只离开 今次是中国海警船 今年来第二次驶入钓鱼台周边海域 对上一次是今个月10号 无线电视机制宇明远出不留 荷兰和日本巨报同意 加入美国对华的晶片设备管制 在北京外交部不平做法选人不利己 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和私利 滥用出口管制 胁迫诱拉一些国家 组建遏制中国的小圈子 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 武器化 企图堵别人的路 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新华社发表文章 指美国的贸易霸凌行径 连欧盟和加拿大都批评 文章指日前在瑞士日内 压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 增端解决机构会议上 中国、挪威、瑞士、土耳其、 中国香港五个成员设置八项议题 要求全会通过专家组 关于美国违规的五份裁决 并要求美国撤销违规措施 但美国会前对上述五份裁决提出上诉 亚盟驻世贸组织代表会上说 上诉是每个世贸组织成员的权利 但滥用这个权利 对解决贸易争端没有帮助 加拿大驻世贸组织代表也说 贸易争端各方必须尽一切努力 尋找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履行它的诚信承诺 争端未解决 任何一方都难以受益 特区政府敦促美方 立即撤回上诉规定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说 世贸争端解决机构上星期五举行会议 讨论美国针对香港产品 产地来源标记规定的争端裁决报告 港府驻世贸常设代表会上发言 对美方上诉表示遗憾 端从美方尊重世贸裁决 立即撤回违规的规定 稍后还会报道 金管局公布 华会基金去年投资亏损达到2024亿 一个男人反收纳事件期间 用索带菌绑另外一个人 承认非法禁锢 被判囚8个月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财经消息 外汇基金上季闹亏赚764亿 不过受到头三季连续亏损拖累 全年外汇基金仍然要蚀 2024亿 相当于录得大约4.4%的投资负回报 另外去年外汇基金投资 支付给财政储备的款项 一共350亿 金融管理局总裁岳伟文说 去年投资环球欠佳 外汇基金难免出现亏损 去年那个投资环境 是不单止打破了 我们一直都知道的一些传统智慧 例如债股互保等等 亦都是过去50年来 是第一次债券、股票和汇兑 即非美元资产的汇兑 都是有亏损的情况 唯一这一年是有的 在这个股债汇都跌的情况下 我们外汇基金和其他投资者 都是很难免出现一个亏损的 恒生指数今天收射一步 22,069点 跌619点 总成交2,032亿 最会有港股收市价 腾讯控股跌27.8 阿里巴巴跌8.3 恒生中国企业跌2.4 美团跌1.4 凝负基金跌5.6 中国平安跌3.3 百度集团跌8.8 比亚迪股份跌6.6 建设银行跌1.3 有帮保险升3.5 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跌1号 有帮保险升3.5 中移动跌2号 港交所跌14.4 煤气跌2.5 升2.5 恒生科技指数 4580点跌233点 欧洲故事 梁敦富士100指数跌13点 巴黎克指数跌48点 德国DEX指数跌112点 内地股市农历长假期之后服市 护心股市都红盘高开 市场憧憬内地经济复苏的步伐加快 北向正流入资金 创超过一年的高位 内地春节长假期结束 护心股市服市仍来开门红 上证综合指数高开1.3 指数曾经是升穿3300点的关口 创超过半年高位 护心300指数 深证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数 齐齐高开2% 之后升幅是逐步收窄 上证指数收市只是升0.1% 深证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数 升大约1% 护心两市全日的成交额 急增至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资金继续经护心股通 流入内地股市 全日正流入资金达到186亿元人民币 是超过一年来最多 比起长假期之前足足高出了一倍 而一月份以来 正流入资金已经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 会向上冲的 其实今年方面来说正常的A股 我觉得有机会去到3500 护心股通其实近期都不断获得资金方面的清内 其实这个我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这个是反映着外资方面来说有多积极流回去内地 护心股通停之前每天都有过百亿流入 所以这边来说暂时都还可以利好 汽车和电池股是有追捧 比亚迪A股升4% 天齐里业就升3% 趁着期间旅游业明显恢复 市民消费增加 数字经济概念股亦都上升 除了防疫措施放宽 经济重新启动 有分析指出 春节期间 电影票房 餐饮 境内和跨境出行等的强劲反弹 绝一步显示经济增加快复苏 与其内地股市在两户之前 有半成至一成的上升空间 无线电视记者吴杰晶报道 转看其他的消息 一个男人在反修例期间 用索带菌绑另外一个人 承认非法禁锢 判囚8个月 被告伙同他人犯案 加重刑责 以监禁12个月为量刑起点 被告认罪获减刑制度8个月 环境及生态局说 已经实施一系列措施 改善新界东北堆田区的筹味 位于打鼓岭的新界东北堆田区 每日接收近7000吨的废物 除了建筑废料 还有都市废物和琴速废物 产生的臭味 连鄰近的深圳都有人投诉 在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上 环境急省大局说 前年开始已经实施一系列的改善措施 包括为了减少垃圾外露的时间 每日会在堆田废料上 不单只会盖上150毫米的泥土 亦都会喷洒英泥浆的图料 上个月开始亦都提早去到 挨曼六点停收废物 有家装器未中和机 至于禽束废物 各方已经加用生物製剂 和考虑安装覆蓋物 和将部分的株粉 直接运到有机资源回收中心 令堆田区减少四分一的处理量 摆机的位置是如何 事实无论是深港居民 都是在说臭味的问题 提出臭味的 最后回复又说符合国家标准 所以我想局方真的要正视一下 国家标准的定义的时候 它不是定义一个所谓没有味的情况 它定义一个刚刚闻得到的情况 所以符合国家标准 就不等于你一定闻不到味 根据规划最快要七年之后 屯门争取第二个焚化炉运作 新界东北堆田区才停收固体废物 借展环说会考虑加快兴建 可以用公私人合作的方式 避免了一些我们在公务工程下面 一些冗场的程序 那里我们可能会化了几年 局方说年底之前 会将打鼓令堆田区收服 和六发面积增加到八成 进一步减少对深港居民的影响 本线事件也请一流进入不到 国际方面 以巴巴发生一轮冲突之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东 抵达首站埃及 之后会转到去访问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会见双方领袖 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强调 会严厉打击恐怖主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星期日抵达埃及首都开罗 展开三日中东访问之旅 他首先到大学会见当地年轻零袖 布林肯星期日将会和总统塞西 和外长舒克里会面 讨论埃及的人权问题 之后会转往耶路撒冷 会问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 再到拉姆安拉 会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讨论以巴近期紧张局势 内塔利亚胡星期日说 以色列不会加剧地区紧张 但会预备好应对所有状况 严厉打击恐怖主义 内塔利亚胡领导的新内阁 计划推行司法改革 被指削弱最高法院权力 触发大规模示威 美国官员说 这是衡量民主的指标 以色列社会各阶层对这个问题 掀起激烈争论 布林肯将会听取政府内外人士 对这个改革的意见 布林肯也会和内塔利亚胡 讨论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以致俄乌战士 以色列虽然谴责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但对乌克兰提供有限的人道援助 以军上星期四突击搜查约旦河西岸建宁市 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触发冲突 9人死亡 一日之后有巴勒斯坦男人 在东耶路撒冷市郊 一个犹太教堂外开枪 7人死亡 之后有13岁巴勒斯坦男童 在街上开枪 打伤两个人 加剧伊巴地区紧张局势 无线电视机者李澤豪报道 伊朗国防部一间冰工厂遭到无人机攻击 伊朗传媒发放片段展示无人机碎片 看到位于中部伊斯法罕市 涉事冰工厂的厂房 屋顶出现损毁 伊朗国防部说 发动星期六击击的三格无人机 全部未能成功 其中一格被防空系统击落 其余落入防御陷阱并且爆炸 华尔加日报引述消息说 袭击是由以色列策划 路透亦都说 一个美国官员证实相同说法 以色列曾经说 如果无法透过外交渠道 压制伊朗发展核和导弹项目 会选择袭击 不过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洋强调 今次袭击不会令到伊朗停止核项目 南亚岛内出海域一艘货船起火 一人死亡 港区局公布百幅简约公屋地皮 当中提德勢运道地皮提供单位最多 有大约一万个 黄艺局部下个月访问俄罗斯 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 香港默斯敏 南亚岛队出海域一艘货船起火 一人死亡 火警救赐之后 一批消防员登上出事的国讯一号继续调查 消防园也停在附近戒备 飞行服务队也到场支援搜救 事发早上9点 货船在南亚岛发电厂对出海域起火冒烟 消防说目前一个船员已经证实死亡 初步知道船上有另外12人暂时安全 防御局公布简约公屋长程 一共涉及八幅地皮 当中启得细运路地皮 提供单位最多有大约一万个 简约公屋租金中位数是一千五百元 当局会分两期申请部款 第一批工程涉及四幅地 包括元朗游博路兴建矮层建筑 提供大约二千一百个单位 如果或立法会裁委会批准 预计2024年到落成 至于其余三幅兴建高层建筑 预计2026、27年到陆续落成 位置包括屯门3A区 牛头角、财兴路和启得细运道 可以提供一千九百、二千三百和一万零七百个单位 当中近七成是一至两人的单位 至于剩低包括上水连堂尾 屯门54区、柴湾、常安街和小南乐安排 一共可以起大约一万三千个单位 去年外汇基金录得亏损超过二千亿 金管局说金融投资环境仍然复杂多变 售类股市债市延续跌势 非美元汇率贬值严重 外汇基金去年投资亏损超过二千亿元 是历来录得最大的亏损 也是2015年以来再次录得亏损 相当于录得大约4.4%的投资负回报 去年所有的资产类别都录得亏损 香港股票亏了195亿 债券就涉533亿 外汇亏损达到401亿 不过单计第四季受到投资环境改善 外汇基金扭转过去三季的跌势 赚764亿元 金管局说今年的投资环境仍然复杂多变 去年是不是已经惨得尽呢 去年真的是惨的 因为你会看到第一就是 俄会战争那里是完全没有预料到 第二就是新冠疫情 那个转变都是没得预料 那去到通胀的突然间增加 去年是一个非常难 和不尋常的一年 那今年是不是会容易一些 我希望呢 其实今年都还有很多不明朗因素 通胀是不是真的会慢慢回落 央行是不是必须要 要是继续加息 或者起码维持高息久一点 加上今年多了一个大的不明朗性 就是那个经济下滑 另外去年外汇基金投资支付与财政储备款项共有350亿元 无线电视机长吴杰正报道 港股年升三日之后有获利沽压 行指收市跌超过600点 南向交易重开 除日录得超过37亿元的资金流出 中市连续18日流入 内地显摄长假之后服市 港股通重开 大股又沽压 行指低开109点之后跌幅持续扩大 曾经失手22万2关口 收报22万2069点 跌619点 成交急增至2032亿 建超过一个半月最多 首先要看着10天线这个22000点这个关口 我相信来看的话 应该都不会持续调整 去到这个位置的话 都会有个支持 在期指结束完之后的话 整体的港股都还有继续上升的动力在 美国联储局这个星期仪式 对利率去向敏感的科网股受压 京东、腾讯和阿里巴巴跌半成至7% 全国重点零售及餐饮企业 春节销售额按年升近7% 但餐饮股有获利沽压 9毛9跌一成 海底撈和核部核部跌6% 博彩股同样有回吐 永利和新豪跌6%至7 内地春节期间楼市成交缩减 碧桂圆急跌8% 是全日跌幅最大蓝筹 去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见近10年低 信与同续升跌4%至5 无线电视记者继续报道 新华社发表文章 说美国的贸易霸零行径 连欧盟和加拿大都批评 文章说 日前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 中国、挪威、瑞士、土耳其、 中国、香港五个成员 设置八项的议题 要求全会通过专家组 关于美国违规的五份裁决 并要求美国撤销违规措施 但美国会前对上述五份裁决提出上诉 阿盟驻世贸组织代表会上表示 上诉是每个世贸组织成员的权利 但滥用这个权利 对解决贸易争端没有帮助 加拿大驻世贸组织代表也说 贸易争端各方必须尽一切努力 找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履行他的诚信承诺 争端未解决 任何一方都难以受益 立刻政府敦促美方立即撤回上诉规定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说 世贸增端解决机构上星期五举行会议 讨论美国针对香港产品 产地来源标记规定的增端裁决报告 港府住世贸常设代表会上发言 对美方上诉表示遗憾 论促美方尊重世贸的裁决 立即撤回违规的规定 中国恢复签法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 和口岸签证 外交部罢是因为日方取消对华签证限制 日本驻华使馆已经于1月20日 宣布恢复审发中国公民的赴日签证 日前中方恢复审发了日本公民来华签证 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一贯坚决反对将疫情防控政治化 认为应当取消针对中国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 为中外人员的正常往外创造更多的便利 发言日说 中方对南韩延长暂停签罚 中国公民赴韩的签证措施感到遗憾 认为不利中韩两国人员往来和交流合作 希望韩方尽快取消不合理的做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据报下个月访问俄罗斯 外交部暂时没有回应 俄罗斯传媒引述消息报道 王毅2月20号会到访莫斯波 并有可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别 报道又说 王毅将和俄方讨论 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的准备工作等问题 去年11月 在印尼20国集团峰会期间 王毅曾经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双边会谈 有些赞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指定诊所改作提供普通科服务 新冠病人和没有染疫的求诊人士 需要同场等落药 有计刑说会尽快配药 缩短患者逗留时间 之前做了指定诊所的南葵聪赛卖会 普通科门诊诊所恢复正常服务 未开门已经有不少人排队等候 有大约7个人是新冠确诊者 林太两夫妇快策两条线 说预约诊诊的过程顺利 在这里立刻要 你知道很远了 10点多都要 阳性和没有染疫的人分开两座大楼登记 也都会由两批医生分别诊诊 不过到拿药的时候 两批人会一起在药剂部等候 在这里新冠患者和非患者 要共用洗手间 诊所职员透露 会尽快为新冠患者配药 务求缩短他们的逗留时间 避免传播 有来复诊的长期病患者说 不担心得太多 无所谓的 难道不看下旧期 我要吃药的话 我要拿药的话 三个月一次的 上了一次的就不会了 什么针都打齐了 自己要打齐针 如果不是老人家就不是很担心的 我当它普通流感上下 应该都 打了针就应该重置机会 好味 医冠局客下71间普通科门诊服务恢复正常 医冠局呼吁 症状较轻微又或者是较低风险的新冠确诊病人 可以到私家医院求诊 避免加重普通科门诊的压力 母线电视机者林准天不道 国家卫健委说 内地整体疫情已经进入低流行水平 内地又有报告说 今年新冠疫情已经接近微星 中学疾控中心发表新一期周报 说去年12月底已经达到感染高峰 核酸检测加上快速检测阳性 接过720万人 到今个月下场已经回落到大约2万人 城乡感染水平基本一致 而春节假期期间未发现新的变异株 疫情亦都未见明显反弹 近日部分省份检测阳性率少升 可能和检测意愿提高 加上春节假期人群流动增加有关 至于住院感染人数和重症患者 亦都在今个月初达到高峰 分别接过162万人和近13万人 现在已经回落 北韩巨报已经如期解除过去5日实施的平壤封城令 下轮社引述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馆 今天在社交平台发布 北韩外务省通知外国市领馆 和国际机构办事处 上星期三生效的特别防护期 已经是即日临时结束 说感谢他们期间的高度配合 北韩当局组织说平壤封城是由于冬季呼吸系统病例增多 并没有提到新冠病毒 巨报封城期间建议外交机构职员尽量避免外出 市民也要留在家里 并需要每日多次呈交提温量度结果 俄乌战事持续 巨报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跟德国总理索尔茨就战事对话 另外一批乌克兰士兵抵达英国接受操作坦克分裂 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有住宅大楼遇袭受损 雅力散落一地 当地官员说一枚导弹击中大楼 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 从残骸推断是俄制的S-38导弹 俄冠同日也被指猛力轰炸黑二重等地 包括医院和学校在内的多处基建设施被毁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说 顿涅茨克的战况艰难 呼吁盟友加快提供新型武器 以对抗俄军侵袭 他又批评国际奥委会有意给俄罗斯运动员 参加明年的巴黎奥运 等同表明可以接受恐怖活动 说不应该给俄罗斯利用奥运等场合来做政治宣传 已经去信法国总统马克龙表明立场 国际军援方面 英国国防部在社交平台公布 乌方坦克部队人员已经到达当地 并且开始接受操作坦克的训练 英国早前宣布向乌方提供14架挑战者2转至坦克 期望3月底之前交付 而早前承诺向乌克兰提供31架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美国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有关的坦克不会从美军的库存撥出 而是按需求生产 预计到今年年底至到明年年初才可以交付 另外俄新石有述克里姆林公说 总统普京愿意跟德国总理索尔茨对话 双方暂时未有通话安排 但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就说 由于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坦克 俄方和基辅当局或者背后的快女师对话再无意义 批评西方没有人打算认真解决乌克兰危机 无线列士记者曼希顺报道 美国坐视压收一个男人偷走警车之后 和警方展开追逐 在火车轨上反车 警员在火车洗字之前及时将他救出 警员随身摄录机拍下当地上个礼拜六凌晨两点左右 只停一架车和司机说话的时候 突然有人驾走停在后面的警车 警员随即请求增援 阿特兰大警方派出直升机战控空中监视 警车在公路上高速行驶 洗到火车路轨的时候失控翻侧 多部警车随后赶到警员持枪上前 由于有火车即将洗到 警员敲碎警车的玻璃窗 将那名男子拉出车外 没来火车就洗到 火车撞向路轨上的警车 幸好那个男人已经被警方制服 并且带到他安全的地方 被捕男子年约29岁 阿特兰大警方说会起诉他多项罪名 包括盗舍、老网驾驶和破坏公物等 无线意识记者杨子文报导 美国纽约州有巴士和货车相撞 造成最少6死多人伤 其中一人毅台 涉事的小型巴士再有15人 当地上星期六早早约6点 写到去铃近加拿大边境的一段高速公路的时候 同一架货车相撞 自伤者都是巴士上的人 当地正是调查车和喜恩 外部当时道路结兵和能见度低 事发公路一度封闭12个小时 到当日挨曼重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